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月吃流制饮食 包括水 牛奶 果汁 菜汤 鸡汤 鱼汤等 第二个月是半流制饮食 包括豆粉老 鸡蛋羹 粥等 第三个月根据个人情况 逐不过度到正常饮食 一般到半年左右时间 就都能正常饮食了 只不过吃不了很多 缩位数后正常饮食就行 不需要特别补充营养物质 很多朋友精疲的发现 缩位数后不仅体重减轻了 月经还恢复正常了 原先有高血压 糖尿病和严重打扮也好了 做B超检查 发现脂肪感也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减重手术 对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作用 究竟什么原因还不清楚 或许是因为切除了胃上有特别的细胞 产生能够调节代谢的激素 切除这部分胃后 使得激素发生变化 治好了原先的代谢稳乱 专家介绍朱江帆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糖尿病与减重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 外科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代谢地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代谢 与减重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机器人 与副强境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特需门诊时间 周五上午专家门诊时间 周二上午地址 上海浦东云台路1800号东方医院男人